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年度报告 指出过去一年来 全球共有66名记者被杀害 119人被绑架 而中国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 无国界记者组织周二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前 放置了一个巨大的容器 上面有法语写着 这不是容器 是监狱 以此提醒人们关注记者们 在世界一些地区所遭受的野蛮对待 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年度报告中指出 虽然这66人比起2013年的71人有所减少 但由于乌克兰 利比亚和中东等地冲突不断 针对记者的绑架案上升至119件 比去年增加了37% 被绑架的记者中有33人在乌克兰 27人在叙利亚 29人在利比亚 目前还有40人没有获释 报告还统计 2014年全球共有178名职业记者 和178名公民记者被关押 中国在两项统计中都位居榜首 目前仍关押着29名职业记者 新唐人记者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